我自己是 他不會這樣 北市中山區熱炒店大本營 下班晚餐時段 開放電用後明顯有別 前陣子的冷清 人潮回來了 不過仔細看 這人未免也太多 像這桌全擠一起 開心喝酒吃飯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小小圓桌就擠了七個人 別說社交距離了 可能連夾菜都要跟旁邊的借過一下 跟隔壁桌也明顯胃拉出間隔 雖然現在已經降強為二級了 會覺得這樣子的情況不太多 就是覺得這樣店家應該要注意一下 住附近的投訴人 看到正幕不免擔心了起來 雖然可以內用 但先別管防疫規定有沒有落實 幾杯黃湯下肚 酒一一來判斷力變差 肢體切出一多 到時能遵守規定的又有幾個 不得也好像就是還OK 喝酒當然要喝啊 大家不要用同個杯子就好了 不能吃飯的我就不能喝酒 開放內用跟喝酒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該不該開放喝酒 民眾各有看法 但北市指引民定 內用要隔板或梅花座 間隔1.5公尺 而且不能吃桌菜得共食 最高還可開罰一萬五千元 那麼北市府有可能要因此祭出禁酒令嗎 目前的指引到中央到地方 目前並沒有特別去禁止 餐廳本身的部分 我們也會要求各轄區的遠景 加強巡邏來取締 這意思就是中央沒說 北市也不會禁 希望民眾能自律 看到這狀況 可報警或1922檢舉 不過北市並沒有檢舉獎金 除了民眾熱心舉發外 恐怕也只能靠市府多多取締 TVB新聞 綜合報導 國內外大師